柳一涵有着制造毁灭陷阱的经验 但他却没有探索地下城的经验 在他的手指接触到漩涡后 他眼前的场景马上就改变了 这让他惊讶不已 这究竟是什么 你刚刚制造的玩意 你知不知道 创造了克里特地下城的戴达罗斯 也会被困在他的那个作品里 我算是明白 他当时的心情了 你这个比喻还挺恰当 这个空间真的是来源于毁灭陷阱吗 难以想象 这样一小块金属居然扭曲了这么大的空间 而且还能做到 把他分隔并一直维持这个状态 虽然他已经见识过毁灭陷阱被激活的整个过程 但是在进入地下城后 看到和感觉到的内部景象与外界完全不同 除此之外 哪怕是空气的味道 也和外面有所差别 他最爱的味质感 点燃了他对冒险的激情 柳一涵环顾四周 陷入了一种深受感动的状态 这时 他发现走廊周围有一大块灰色的金属 出于某种原因 他那沸腾的热血滑的一下变得挖凉挖凉的 通常 小说中的主角会一边高喊这就是我要找的金属 一边像个傻瓜一样跑到那里去 然后就把事情搞砸了 但是我做不到 因为我已经知道了这是由一个怪物伪装的 听起来你很失望 是啊 我感觉就像在看《灵异》第六感 电影名《十倍老妈剧透了》 他那不为人知的空虚感 无法用任何语言来形容 他甚至不知道 是他到底是该生气 还是该难过 在抱怨的同时 柳一涵从他的鞋夸包里 拿出了一件武器 这是一种更适用于对付金属硬块的武器 而不是那种以凸刺和劈砍 作为主要攻击手段的长矛 那是一件一端为巨型斧刃 另一端为众堆的长柄武器 这件象牙色的武器 从锤柄到斧刃 完全有引爆的骨头制成 重型战争粉碎者 Heavy Battle Crusher 稀有度 罕见 攻击力 锤 1250 斧 1270 附加项 在击中对手时额外增重50% 耐久度 1350 1350 这是一件杰作 即使不经过附膜 也拥有一个Alpha附加项 这个新的附加项 是一个重量增加附加项 在使用堆子或斧头的情况下 它的增益效果将最大化 虽然稀有度只是罕见 但事实上 这个罕见的 可不是这个世界上 一般意义上的罕见所能比的 当然 柳一涵这种随便造个东西 就是罕见的生产能力 本身就是不正常的 然而 等我把这个地下城扫荡干净之后 我就能够制造出更好的金属武器了 所以我到时候 必须把它给扔掉 此外 柳一涵缺乏与他人友好相处的能力 所以像其他RPG游戏那样转让他们 pass them on 给低等级的人 这种事情 他也是做不到的 多好的一件武器啊 他就这么扔了 当一个人感到空虚的时候 对他来说 其他的一切也是空虚的 在这种空虚的感觉下 柳一涵把斧头高高举起 然后大喊着用斧头 狠狠敲到金属块上面 这反而让他感觉更空虚了 去 死 你这是几个意思 觉得空虚 可事实上 你再全力出手吧 那把斧子 夹杂着巨大的力量 硬生生劈到了那个金属块上 而且 由于隐蔽技能 有10%的额外伤害加成 斧子的攻击力 又进一步得到了提升 这个怪物 在被攻击的那一刻 终于反应了过来 但由于 它正处于被攻击的过程中 它无法正常抵抗 就这样 它被切成了两半 爆击 获得137928经验 获得LV51金属核心 Metal Heart的记录 爆击已达到LV4 觉醒LVMAX盾气专精 Blunt Weapon Mastery 如有进化所需材料 可以升级本技能 柳一涵愣了一会儿 他可没想过这家伙会 直接被他一斧子劈死 在如此轻松就了结他的那一刹那 他还想象他可能是一个强敌 直到他被彻底砸成石灰粉钱 战斗都不会终止 但根本就不是这样 反正结局就是这么简单 然而在下一秒 他马上装出了 和他所期望的强敌交手后 最终获得惨胜的样子 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 这还真是你一击 我一击啊 我想你不用暴击 也能秒杀怪物了 没错 你做得很好 在检查了周围 确定没有别的敌人之后 柳一涵轻轻地拿起了斧头 并看了看他的尸体 起初 他以为那尸体 应该是一个巨大的整体 但事实上 它是由无数金属块聚集而成的 在那无数的金属块中 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肿块 发出了黑色的光芒 这使他认为 那就是心脏 你说过 要把他的心掏出来 可是他的身体 似乎也太硬了吧 金属核心的身体 只是比钢铁强一点 但他的心脏 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金属 不仅是身体里最坚硬的部分 它也是包含所有魔力的核心 虽然这也是金属核心 不会产生任何魔石的原因 这是 柳一涵又一次击打了他的身体 无数碎块掉落 使他的心脏暴露了出来 当然 这个发出一种奇妙黑光的金属块 看起来就知道是件好东西 在把他掏出来以后 柳一涵仔细地看着他 这是爱达说到 金属核心这种怪物 它的行动模式是 当他们注意到敌人时 他们会将他们独特的魔力 从他们的心脏 传送到他们想要强化的身体部分 本来 这就是一种 即使是拥有第二职业的人 也很难狩猎的怪物 所以 在通常情况下 需要一个人分散他的注意力 而另一个人从后面伏击 才能完成对他的讨伐 谢谢你的解说 艾达特瓦根 终意著 《捏他周周》系列的解说液 史比特瓦根 柳一涵已经干掉了一个 五十级以上的二阶怪物 这真的太容易了 但他知道真正的原因 金属核心实在不擅长被人埋伏 好吧 尽管所有生物都不擅长面对出其不意的攻击 但是金属核心尤其如此 他们只有在注意到他们的敌人之后 才会使用他们的魔力 这是多么致命的弱点 然而在任何时候 你都有可能被人从背后捅刀子 在成功杀了某个人之后 变得目中无人 不再小心谨慎的话 可能会被别人趁机送进地狱 就算是在小说中 也有很多配角 以这种形式直接领了变档 如果有十个左右的敌人同时出现 即便是柳一涵 也不得不毫不犹豫地马上逃走 他就是以这种毫不松懈的心态 在地下城里继续前进 然后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等级上升到38 力量加2 敏捷加1 生命加1 魔法加1 这里既没有崎岖的道路 也没有反击的敌人 一开始 金属核心的数量非常少 在他走了十分钟后 发现一个金属核心时 他会大喊 头讲 面对他所探险的地下城 他已经无聊到了这种地步 只要这些可怜虫一出现 柳一涵上去就是一斧子 金属核心根本注意不到隐蔽状态下的他 总是被他在伏击中成功砍成两半 就像艾达先前所说的 对付金属核心根本不需要三拳两脚 一击足以毙命 每当战斗结束的时候 他就会麻木地敲碎他的身体 把他的心脏取出 放进他的斜胯包 这感觉就像是无限循环的机械性重负工作 柳一涵用疲惫的声音喃喃地说 地下城就是这样一个让人提不起干劲的地方吗 只有你这个人形卦才会这么感觉 话说 你是怎么把顿器专精的等级提升到最大的 你要明白 就算是一万种不同的武器 一旦把它们练到极致的话 最终使用起来就没时摩差别了 对吧 是啊 那我要是给你一万全 你又会变得怎么样吗 无论柳一涵怎么去脑补 这也和他梦想中的地下城探险差点太远了 这只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吧 而且 他在地下城里待的时间比他想象中的要长 所以他只好拿出他带来的那些肉干来作为食物 就这样 现在他不得不从乳酪为肉干和牛肉为肉干的餐点菜单中挑一个出来 早知道这样的话 他就会事先准备好烤肉叉了 我好怀念丽塔呀 怎么这么突然 如果你真的很想和丽塔见面 那你尽快成为一个更高等的存在 不就好了吗 没有人会干涉更高的存在之间的恋爱 爱达用有点可疑的视线瞄了柳一涵一眼 但是饥饿的柳一涵病没有去看 因为丽塔总是给我煮饭 你想象他只是因为这个 啊 这肉干真好吃 喂 最后 你这不还是吃得很起劲吗 两天后 在与动不动就找茬的爱达一起探索地下城的过程中 柳一涵感觉到了某个变化 不同于半途中 天使们来寻找他进行附魔前的那种预感 而是地下城探险中真正意义上的变化 爱达 你看那家伙不是有点大啊 是的 怪物也有着像人类一样的个性 所以 不同个体间也会有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明显差异 就算真的是这样 但是这也大得过了头吧 这是他们在进入地下城里的一个巨大的山洞之后 所进行的谈话 直到现在 原本应该是健身球大小的金属核心已经变成了沙发般的大小 尽管如此 它还是一样的金属核 不对 正在若无其事地回答的爱达 突然闭上了嘴 开始仔细观察洞穴中央那颗尺寸异常的金属核心 柳一涵等了有一会儿 他才不加掩饰地大叫了起来 那是一颗大金属核心 Big Metal Heart 这种图审式的名字是哪个家伙起的 把那个蓝鬼拖过来 现在马上 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虽然这是一字之差 大金属核心至少比金属核心高二十级 这么强大的怪物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也就是说 它有七十一级了吗 在击败了巨暴和黑暴之后 柳一涵的等级判断力已经趋于瘫痪 尽管他的判断力本身没有烈化 但他在感情上已经麻木了 爱达想了想 点点头 嗯 确实是这样 要不然呢 很好 我决定了 能打就打 打不过就跑 虽然他嘴上这摩说 但柳一涵心里却不这么打算 他有他的依据 他在二十四级的时候 他就把那支八十七级的巨暴干掉了 而他现在的等级已经达到了三十八级 所以单纯从他的能耐来看 他并没有输给女帝 此外 当时的他只有一根钢质长矛 而现在 他已经有了一种更加可怕的强大武器 一击 足以 他从鞋跨包里拿出来的东西就是那门有气势非凡的钉毛炮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除了柳一涵以外 地球上没有人能够使用这件大杀器 而且 他事先就已经完成了第三级装载 当柳一涵把他扛他的肩上时 艾达就像放弃般的叹了口气 为什摩这个家伙造的东西 派上用场的机会 说来就来呢 这也太令人沮丧了 呼 咱们走吧 钉毛炮 是一种只专注于提高攻击力的武器 他抛弃了其他所有身位武器的必要性质 像便携性 隐匿性 敏捷性 总之 这种武器的使用者必须自己想办法弥补这些缺乏的部分 所以 这玩意是最适合柳一涵了 战斗开始了 无论柳一涵是跳跃 挥舞 还是在洞里滚来滚去 大金属核心都只注意自己的事情 全神贯注于他的对手 柳一涵连跨三步 第四步就跳到了空中 在空中他脉动双腿不断前进 这使他的身影看起来像是米加勒乔丹的空中漫步 你最好做足准备 只凭一击可能还杀不了他 我知道 在反驳了这一观点后 柳一涵毫不迟疑就架起了那门钉毛炮 这让他怀疑他是否真的知道 他跳得非常高 同时他的整个身体都倒立了过来 我来了 柳一涵低声说着 那尖锐的爆牙炮弹症安静的躺在炮管里 钉毛炮被激活了 第三集 第二集 第一集装置同时解锁 大力金刚精的可怕弑能 马上转化成为子弹的恐怖动能 结果就像开火的榴弹炮一样 这门钉毛炮把子弹喷了出来 一转眼 锋利的爆牙就钉进了怪物的金属身体 紧接着 这颗超过两米的子弹 直接从头部到尾 贯穿了他的整个身体 可能会有人用在沙特上 大力金属 二三 十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